大家好,我是Rosie,双十一囤货清单来了 今天我要给你们推荐八样我清测了一年以上绝对不会闲置的大件的母婴好物 你们之前问的很多的婴儿车、婴儿床、宝宝餐椅、安全座椅、爬行店、围栏通通都有 赶紧来抄作业 首先是出行方面,婴儿车我们家有两辆 从宝宝出生开始就在用的是BagaBood C3 这款性价比很高,因为它是自带睡篮的 所以宝宝小月龄的时候就可以躺在里面 然后我们家是到了五个多月之后就换成了他们的座椅模式 它有三个角度,可以平躺着睡觉 有时候在外面吃饭也可以竖起来当餐椅来用 这款避震性很强,推起来很稳 所以宝宝在里面坐着是很舒服的 我们平时去户外或者要外出很长时间都是用的它 而且它用来推着哄睡也很方便 然后这种大型的推车其实收起来还是比较占空间的 而且C3是手杀 所以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比较紧,然后有一点打手 然后它的升级版就是现在Fox,已经变成了绞杀 它的景观也会更加的高一些 然后半岁之后呢,我们又入手了Yoyo 它就是可以和C3互补的 它是散车,所以很轻便 然后收放都很容易,放起来也不占空间 而且它推起来真的特别的顺滑 单手就可以推 所以我平时自己带宝宝短时间出去六个弯啊 去超市都会用它 然后它也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所以外出旅行也是很方便的 然后我有另外配扶手和延长的脚托 这样宝宝有时候坐在里面就不用接安全带 会更加的舒适自在一些 然后安全座椅我们用的是Britax宝德式的 这个是可以从出生用到四岁左右 我们周围的妈妈大部分都用的这个牌子 所以我们就选了它 然后都都出院的当天就是坐着这个回家的 这一款是有新生亚的内衬垫的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宝宝的脊椎 它头的两边有侧枕的设计 身体的侧面也有缓冲 所以安全性是很高的 而且安全座椅还是一个哄睡神器 宝宝常常在家很难哄 一上车就立马睡着了 有时候他们还很爱在上面拉拔吧 接下来我们来到卧室 如果你是打算跟宝宝分床睡的话 婴儿床是必不可少的 我用的是一个澳洲的牌子叫Bori 它是这种实木的很结实 而且一买来拆开就没有味道 然后它的床是有两个档位的 等宝宝会坐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降下去 这样子会更安全防止它爬出来 然后它有一侧的护栏也是可以调低的 所以平时我们抱宝宝的话就没有那么费腰 然后这边的护栏也是可以拆掉 和大人的床拼在一起的 这个床是可以用到五岁左右 所以还是很实用的 然后为了你们的腰一定要买尿布台 因为换尿布真的很费腰 我有一阵子在床上换尿布 没过几天就腰疼了 然后重新用回尿布台之后腰又好了 我用的这一款也是Bori的 平时给宝宝换尿布啊 做腐处都是在这里 它这一款下面是带轮子的 所以可以很方便的去移动 然后它下面还有两层 可以放尿布啊纸巾啊隔尿垫 同时我还配了一家的这种收纳盒 可以放宝宝平时护理用的面霜 腐处有PP霜都很方便 接下来我们来到浴室 澡盆我们用的是stock的这一款 它可以用到四岁左右 它是可以折叠的 很好收纳 可以节省空间 然后外出鞋带也很方便 这个盆子的底部是有出水口和排水管的 当时还买了新生儿的这个浴架 宝宝洗澡的时候就可以躺在里面 同时为了我的腰我还配了支架 我们再进入餐厅 宝宝餐椅呢我们将有两把 之前我有出过对比测评 Orobel的这款可以从出生用到两到三岁 它有三个角度可以调节 所以宝宝还不会坐的时候 是可以躺在里面的 如果你不想单独买配件的话 这是宝宝餐椅很好的选择 然后stock的这款成长椅呢 它就是越大就用的越香 最好的一点就是宝宝在里面的坐姿 是很端正的 然后它可以根据你宝宝身高啊体型的变化 去调节坐板和脚踏板 然后它的沉重连成人都可以做 所以它的使用周期会更长一些 等到宝宝两三岁 我们就可以把配件去掉 让它自由的上下 和大人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 最后呢我们来到宝宝的游戏区 爬心殿是一个早买早享受的东西 从宝宝小月龄的时候 开始做tummy time 爬的时候就可以用 然后到他们两三岁 蹦蹦跳跳的时候 还可以接着用 我们家的这款是帕克伦的 材质是PVC 然后厚度是1.5厘米 它就是按上去有弹性 所以宝宝摔倒的话 就有缓冲 不会那么疼 然后它也很好清洁 很耐用 我们用了一年多 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磨损和刮痕 然后他们家的图案 都是那种很简单干净的 两面都可以用 我当时选的是鼠年的生肖款 然后它一边是小老鼠和奶酪 最近我们翻了个面 又像换了一个新的爬行店一样 然后就是围栏 如果你平时家里带娃的人少 等宝宝会爬之后 我觉得装一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有时候你要去上厕所 做点东西吃 把宝宝围在一个安全的区域 就会放心一些 我们家的这款是IFM的 它就是比较简洁大方 然后尺寸也和帕克伦的爬行店很大 其实围栏用的时长 不会有爬行店那么久 等宝宝开始走动 追求更大的活动空间的时候 可能就要拆掉了 然后有些很有才的家长 就会把它们改装成小帐篷 延续他们的使用 好了 这就是今天母婴大剑的分享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下一支视频是关于断夜奶睡枕觉的 之后我就会接着分享带娃一年多来 无限回购的一些母婴好物 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一下 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